不少男性都很在意自己的阴晶长度 好像拥有30公分就能带给另一半幸福 泌尿科医师高明洪就指出 比起长度 粗度反而更重要 并点出男性在各种状态下的大小 协助男性重建自信 打破掌就是勇的迷思 高洪明医师在脸书粉砖分享 诊间里常会有一些年轻人对自己的尺寸感到困扰 患者也常会问他 我只有XX公分正常吗 对此他就表示 大家老是把重心放在长度上 却忽略了粗度更重要 高洪明说 阴晶与其他身体部位一样 存在着各种形状和大小 根据研究 男性在勃起状态下 平均长度约在12.9至15.0厘米 松弛状态下 平均长度则约在9.1至9.4公分 此外 影响阴晶大小还有很多原因 包含气温 基因 荷尔蒙等等 例如天气冷时 阴晶就会看起来比平常小 又或者每个人的雄激素浓度不一样 也会影响阴晶的发育 包括其长度 对此高洪明便语重心肠的劝道 其实 阴晶大小没那么重要 大部分焦虑的人 可能是因为个人对身体形象的担忧 或社会对阴晶尺寸的一些刻板印象 也可能是担心另一半不满意 怕让对方失望 缺乏自信心 但事实上 已有许多研究指出 阴晶大小并不影响性功能 也不会影响性高潮或性语 你不需要30公分 也能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若还是真的很在意自己的尺寸 高洪明也强调 以现在的技术 还是有办法处理的 但提醒在尝试 任何增大阴晶的方法前 都应咨询专业医师的建议 避免使用未经证实的补品 或未经核准的医疗用品 以科学和专业的角度看待 才能同时顾及心理跟生理的健康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